好了,講到里斯特城對阿仙奴的賽事 首先,不要講長波 我們只要看雙方的後備陣容 其實都已經師傅明白了 里斯特城的後備陣容當中 有三個進攻球員 包括加雷、拜尼斯和伊安娜組 三個都是我們熟悉 有看過,有實力的球員 相反,阿仙奴後備陣容當中 只有一個進攻球員 還要叫做尼基迪亞 是尼基迪亞,你記不記得? 尼基迪亞,你記不記得? 你記不記得尼基迪亞穿多少號球衣? 即是說,阿仙奴只有一個新仔 做後備陣容的進攻點 其他就是中後衛和中場中 並沒有進攻中場 這樣就怎麼會有足夠的空間去做到調整 人家里斯特城打今場賽事的調整空間 還比阿仙奴大的 還比阿仙奴多的 所以今天阿仙奴要輸球 真的不是很奇怪 而且這樣看 這件事後備陣容的分野 大概解釋了 最近英超連續輸三場的原因 就是阿仙奴有板凳深度不足的問題 真的不足以支持他們打完兩條戰線 剛剛打完拿玻璃 體力透支了 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開始只是專心打歐霸 對華倫西亞力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所以我們真的很難說 寄望阿仙奴今季餘下落來的英超比賽 會有什麼很好的成績 實在真的已經有心無力 都很慘 這次作客李斯特城 愛美麗的4-4-2死守取態 只不過是告訴我們 希望盡量不要輸就算 其實都絕對不可以說 扎怪愛美麗這麼保守 李斯特城的進攻速度很快 再加上阿仙奴以往作客成績就差 擺個4-4-2鐵桶是有理由的 起碼都可以減少些 盡可能減少些 就是李斯特城的速度型進攻 也盡量掩蓋阿仙奴的後防球員 回防速度、防守反擊速度能力不足的弱點 雖然我們都見到 阿仙奴收縮了防守區域也好 阿仙奴還是會有時被李斯特城滲透到禁區 不過如果不是打小過的話 我想阿仙奴都可以勉勉強強 捱到0-0回來的 不過可惜阿仙奴上半場 36分鐘已經要打小過了 其實這個尼爾斯兩次的攔截 都其實是為了阻止對手打反擊的 也就是都反映了一件事 就是阿仙奴其實都不是說今天永遠拍大巴的 有時都會跑去進攻再被人打反擊 被人打反擊就是會搞到 尼爾斯要犯規拿兩張黃牌 兩黃變一紅打小過了 所以雖然你都可以說是尼爾斯魯莽犯規 但是都表示著阿仙奴也曾經嘗試過 今天去贏一下球 你可以說他們太貪心了 其實可以一直死手就不要輸反擊 不用打小過一路就捱0-0回來 但是我們都要理解 阿仙奴的班底嚴重不足的問題情況下 踢任何的賽事都很掙扎的 不夠實力就當然了 但是外間對他們又有期望 他們又是叫強隊 他們又要盡量試試拿下分數 結果又要顧這個打歐8 真是很難搞的 所以你會見到 我最近就算看著阿仙奴連續輸三場 其實我都沒有怎樣罵他們 即是他們真的有太過多主力的球員 長期受傷 藍絲、比力連這些很關鍵的球員 長期受傷 藍絲最近也傷了 可以做後備的韋迫克 長期受傷 後備陣容又不夠人用 阿仙奴搞到今天沒有人用的原因 就是因為貴初用盡了體能的紅利 打得太過澎湃 搞到球員都傷了 太過高速 太過體力化了 搞到球員都傷了 過了貴初蜜月期之後 就會進入黑暗期 這句話我貴初跟大家講了 今天就應驗了 但是大家都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如果阿仙奴貴初 不是踢到這麼澎湃 而是像之前云家這樣 借著來踢的話 今天就已經一早不用再說 爭前四 好像之前云家這樣借踢的話 今天一早已經大落後 不用再談 不用再說 不用再問 比起以前來講 我一定大鬧了 因為之前的阿仙奴根本沒有盡力 但是今天來講 就真的不鬧了 今季的阿仙奴 已經盡了人事 已經用盡了 就是班底裡可以用的資源 如果最後失敗 都是沒辦法 我始終都只是會鬧爆他們的董事局 為什麽一直都是不肯拿出合理的轉會費數字出來的呢 亦為什麽一直都是不可以一季連續收購兩個球星去顯示那個 真勝心和紅心壯志的呢 永遠都只是一季買一個球星 有時還要沒有買的 那個轉會的策略進度極度緩慢的 不進則退的 而且 永遠都只是找一些人不要的人 即是永遠都不夠膽和其他強隊去搶人的 這些膽小餘鼠的轉會操作文化維持多幾年 就令到阿仙奴有今時今日的大落後 搞到那些球星連自己的球星都不想留下了 那下季的藍絲都走了 產生惡性循環 陣容越來越頑 那就是不斷倒退的 那但是 這個阿仙奴的董事局呢 真是很夠支援的 很夠膽死的 即還可以夠膽死 不停加入場換票的價格添換 即是我覺得呢 這個阿仙奴董事局的面皮厚度 就真是可以跟港鐵那邊那班人呢 就是這個並駕齊區相提並論的 面皮就不止一尺厚 不止一尺厚 不止幾尺厚 都不止幾厚的 這樣樣的表現 這樣樣的業績 都還夠膽死加票價 即是我們都已經不知道他們花了多少錢去搞個系統了 但是我們就知道他們永遠都是有加無減的機制來的 永遠加票價 阿仙奴的油獎球場又永遠加價 即是我們那些星斗小市民呢 就好像英國的暴龍哥那樣的樣子 不停被人全心壓榨欺騙 就當我們傻子這樣玩的 當我們傻子這樣玩的 即是雖然你可以說 現在都未知道下一季有多少轉會費 說不定多過四千萬英鎊 但是以這個阿仙奴董事局過往的業績歷史來看 我們真是信他們一成都商務一定失明 今季阿仙奴的球迷 就真是要向董事局施展一個史無前例的壓力 說真的 接下來這個轉會槍 沒有1.5億去買人都不收貨啦 上一條片我都說了 就是解釋了為什麼下一季絕對是有需要 還有有理由去大大增加轉會費漁船 因為下一季會得到回報的機會 就是這麼多季來說最大的 而且回報率是最高的 是每花一元都有乘數效應的 是可以拋離車路士 還有追回熱刺 其實這兩對球 下一季都是沒有錢買人的 那你一買 是不是大大追回了以往追不到的路啊 即是阿仙奴到底可不可以成為長期有力 爭回前四球隊呢 就是看這個轉會槍的蛻變 這個轉會槍就是關鍵轉裂點 真是起碼要買兩個可以打正選的球星 還有買一個可以打後備的球員回來 還要不用買人 這樣才合格 所以沒有1.5億怎麼搞啊 一定要有的 一定要買個中堅和逆方 兩個都要有名的球星 至於是哪一個呢 留下暑假才跟大家說 總而言之呢 一定要有這個級數 然後補回一個便宜的後衛做後備 這樣才夠人玩的 那麽多位吞聲忍氣 那麽多年的阿仙奴球 不是今季我們要 不是我們啦 不是我啦 不關我事啦 其實 不過我都希望你們呢 就是今季要發聲啦 即是萬眾一心呢 齊穀轉會金啦 萬眾一心穀轉會金啦 大家呢 就做自己可以做到的事啊 炸爆他們的官方網頁的人呢 就炸他們啦 盡量炸啦 那麽就 不用說攻擊球員和教練的 只是講轉會費 還是拿錢就可以了 那麽其他人呢 就可以停止買他們的紀念品 直到他們肯拿錢出來買人為止呢 他希望呢 就是阿仙奴的球迷呢 在這個暑假呢 可以拿出他們的尊嚴出來 迫使這個呢 就是阿仙奴董事局 拿到錢 1.5億買人 為阿仙奴的未來 還有盡量炸一分的努力 好啊 來到這裏呢 都係大家都可以盡量一分的努力 為小弟的未來POPPOL 就是按一些廣告呢 就是拿一些收入啊 按廣告 播廣告 彈一些廣告 視窗出來 和播完所有廣告片 這樣才能令到小弟得到一些收入啦 有個專業去生活下去 以及絕續堅持 每天免費為大家出到影片的 希望大家呢 就不要鬆懈 繼續堅持下去了 感激不盡啦 那麽還是呢 要這個訂閱和按鈴鐺接收芯片通知 這樣才行 那手機那裏片記下面有固定的廣告字眼位置 記得要按下去彈一些廣告 電腦那裏記得要關掉檔廣告程式 以及播完這些廣告 不好意思 電腦那裏記得要關掉檔廣告程式 以及不要裝這個程式 就發現電腦片裡面有Banner廣告 片記右邊也有廣告 記得要按下去彈一些廣告 視窗出來這樣才能幫到手 而無論手機也好電腦也好 Youtube都會時不時一片任何位置插入廣告片 那大家除了播完廣告片之外 還可以在廣告片裡找廣告link 按下去例如電腦的話 廣告link會在廣告片的左下角 而手機的話廣告link會在廣告片右上角 那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